音樂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節目的影片要跟各位來介紹華碩的最新旗艦機 Zenfone 4 Pro 那這個華碩的發表會應該也才在今天的四點鐘來進行 那如果各位沒有看到的話 沒關係,愛珍今天手上已經拿到了這個真機 所以我們今天來為大家做一個外觀以及它的規格的一個快速瀏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華碩 Zenfone 4的外觀 這次的型號是ZS55EKL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它的螢幕尺寸是5.5吋 那這次的整個背面呢它是採用玻璃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有雙鏡頭 雙鏡頭是這次Zenfone 4整個系列主打的特色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盒中這邊有兩個原點就是代表雙鏡頭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可以看到Zenfone 4 Pro的雙鏡頭 它是一個標準的鏡頭 加上一個兩倍的定調鏡頭 那兩顆鏡頭都是1200萬畫素 光圈分別是F1.7以及F2.6 鏡頭右側的上半部則是一個RGB的色彩傳感器 下面是閃光燈 不過這次的閃光燈它是一個單色紋的設計 那在機身右側這邊還隱藏一個雷射對焦 雷射對焦器 那機身的背面就是一個華碩的logo字樣 那由於這個玻璃的材質 所以容易會沾染到指紋 所以這次我們在剛才的開箱影片也跟各位介紹過 它裡面是有附一個透明殼的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機身四周的配置 那機身右側呢就是音量鍵跟電源鍵 然後上面這邊有個麥克風 然後接著來看一下機身的底部 機身的底部呢是Type-C接口 右側有個麥克風 然後左邊是3.5mm耳機孔 這支耳機孔是在下面 那右側則是這個喇叭的部分 這次的ZenFone 4是雙喇叭的設計 剛才有試播一下 它這個喇叭非常的響亮 音量非常的大 我們日後會再給各位做一個更深入的一個體驗 好那我們再接著看一下機身左側 機身左側的話只有一個這個卡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次的卡槽的設計 它一樣是三選二的設計 兩個SIM卡槽呢都是最小的Nano規格 那SIM2的部分呢可以選擇放一張SIM卡 或是放一張MicroSD的記憶卡 好那我們現在把卡槽收進去 然後呢在機身頂部的部分呢 這邊有兩個小孔 這個目前我還不太確定是什麼 不過也有可能兩個都是麥克風 這個我們後續會再為各位進行深入的測試 那這支天線是標準的天線設計有四條 分別在頂部跟頂部 那我們知道上一代的旗艦Renfone 3DELUX 它這個小白點的天線設計 可能讓這個收訊不是說那麼好 所以這次有恢復神 這個標準四條的天線設計 那正面的部分呢是5.5帥的螢幕 那上面的部分呢這邊是一個800萬畫素的前鏡頭 那這次的前鏡頭是自動對焦功能的 那鏡頭右側是這個趨勁跟光線感應器 那中間是聽筒 那LED提示燈是集成在這個聽筒內右邊的位置 這是LED提示燈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這次的指紋辨識器是被移到了正面 這個空間的位置 那這個是一個觸摸的感應 它並不是一個真的可以壓下去的實體空間 不過大家會發現 這個空間好像沒有坐在正中央的位置 它是一個偏下的位置 不過這邊我是覺得 這個應該是還好啦 就是你說看起來不太對稱 但是我覺得實用性還OK啦 因為你如果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要點後一點的話 你如果坐得比較上面 會稍微遮到螢幕一點點 所以這個設計就見仁見智了 它沒有設計在正中央的位置 那整體這次的ZenFone 4看上去是顯得比較低調跟穩重 它不像上一代這個DELUX 它是感覺比較奢華的 那當然這次也不叫ZenFone 4 DELUX 叫做ZenFone 4 Pro 感覺就是一個比較專業 不過它現在比較低調 這次ZenFone 4 Pro看起來就比較沒那麼像華碩的手機 從正面看上去可能第一眼會不太知道這應該是哪一家的手機 除非你看到正面這個華碩的LOGO 你看它這個按鍵的部分 這次好像也沒有那個同心圓的設計 所以大家比較不容易分辨它是華碩的手機 當然這邊唯一的同心圓設計 唯一的同心圓設計是在這個鏡頭 鏡頭這個位置 那可以看到這次的鏡頭是平的 它幾乎是沒有突出的 它已經算平的不像上一次是有突出的 不過就是閃光燈它是單次溫 閃光燈是單次溫 還有一個比較遺憾的地方 就是現在很多手機 很多長牌手機都在強調這個全面屏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次ZenFone 4 Pro的屏佔比是蠻低的 它的上下巴的比例蠻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它螢幕只有5.5吋 但是它卻和ZenFone 3 Deluxe的機身一樣的高 甚至好像再高那麼一點點 所以它的屏佔比是蠻低的 這個是比較遺憾的部分 但是這次它的螢幕是沒有像ZenFone 3 Deluxe有這個黑框 所以各有優缺點 那機身整體拿起來是蠻有份量的 剛才我們也拿去秤上面秤了一次 發現這次ZenFone 4 Pro的重量是176公克 是比ZenFone 3 Deluxe還來得重 那這個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這個玻璃的材質 所以讓整個重量比較重 再來第二個是這次的電池容量有3600mAh 算是一個在5.5吋裡面算是一個比較大的電量 所以可能也因此稍微加重了整體機身的重量 不過179克也不會算太重 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其實如果你拿習慣比較輕薄的手機 你再拿這個ZenFone 4 Pro 就會感覺好像蠻有份量的感覺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開機給大家看一下ZenFone 4 Pro囉 我們看到開機畫面就是下面還有這個特別強調這個DTS 好ZenFone的字樣 好現在我們開機完成 開機的速度還蠻快的 我們首次要打一下密碼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ZenFone 4的主畫面 ZenFone 4的主畫面 好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系統的部分 這次ZenFone 4是搭載的Android 7.1.1的作業系統 那UI的部分呢是ZenUI 4.0 最新的ZenUI 4.0 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ZenUI 4.0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下拉的這個選單就明顯和3.0是不一樣的 這個比較像三星S7 S8的配色跟設計 好那 那相機的部分我們也給大家簡單看一下 這是相機的操作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切換的按鈕 現在是1倍 那你按一下就會切換成2倍的部分 那我們來拍照 那再按一下也可以切換到5倍 不過它這個當然是有函數位變焦的成分 那最大呢可以放大到10倍的部分 那是有具備光學防抖的 好看一下 這是剛才 這是10倍的結果 好 那相機的介面呢稍微有一點不同 這次華碩終於新增了這個滑動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下面這邊有三個 有三個頁面 我往這邊滑就可以進到模式的選單 往右邊滑呢 則是有這個即時的濾鏡 這個有點像iPhone的感覺 那這個是相機的介面 然後設定的部分呢 畫素是1200萬畫素 然後 錄影的話最高是4K 好其他設定是差不多的 那硬體的部分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參數 我們用Devil Check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的處理器 跟大家欲子一樣的 當然是最新的這個高通笑容835 不過由於這個 這個835供貨比較短缺喔 所以導致這個這個 這個Phone 4 Pro 上市的時間可能會延後到9月中以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購買的話 可能要再稍微等一陣子 那 高通笑容835是一個 8核心的處理器 它是10奈米的製程 所以會讓整機的功耗更加的低 那配合這個電池容量提升 相信續航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 GPU呢 則是Arduino 540 比較要注意的是 由於這次螢幕是只有5.5吋 所以它的解析度呢 還是在4HD的部分 它並沒有說上到2K 它解析度還是4HD 然後 記憶體的話 我手上拿到這次是6GB的RAM LPDDR4 6GB的RAM 然後儲存的話 一樣是UFS2.1的規格 所以在這個IO的部分會比較快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看一下 型號 型號這次是 這個工程型號 是Z01GD Z01GD 作為系統Android 7.1.1 電池的部分只是來到3700mAh 然後 下面的部分 這邊讀到的資訊是標準鏡頭 它是1.7的大光圈 那 單個像素尺寸來到1.4微米 所以在弱光的環境下 應該會有比較不錯的表現 然後其他 前鏡頭是800萬畫素 是可以自動對焦的 那我想今天的這個外彎 你規格快欄就先到 先交到這邊 我們之後還會跟大家做更多詳細的評測 像是這個835處理器它的性能 還有它拍照的表現 以及它續航的部分 都會為各位進行深入的測試 那如果你對這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點選我影片下面的連結 可以到黃碩的官網去了解更多 或是你也可以上華碩的ZenTalk論壇 然後找到我 我叫做艾珍 大家可以去搜尋我的文章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要先按一下 然後再看